老师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上,我是你们的谢老师 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安,恩,阴,温,晕 这五个鼻韵母 前面三个我们叫前鼻韵母 后面两个我们叫鼻韵母 它们都带有一个呢的这个字母 我们就叫它们鼻韵母 读的时候呀,鼻子会产生共鸣 来,我们再读一次 安,恩,阴,温,晕 很好 那么当它们和生母组合在一起 加上声调之后 这些音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拼一拼 读一读呢 例如,当安和生母乌组合在一起 加上声调 第一声 第一声 无安,弯 无安,弯,弯弯区区 蜿蜿,嗯,读 弯,无安,弯 下一个和生母 和生母特组合在一起 加上声调第三声 特安,坦 特安,坦 地坦 特安,坦 和生母呢在一起的时候 生调这里写的是第二声 那安,南 那安,南 南方 东南西北的 南 那安,南 下一个和翘舌音 之在一起的时候 是至暗战 至暗战 战力的战 嗯,老师在站着给大家上课 至暗战 和生母哥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写的声调是第三声 哥安 感 个安 感 勇敢 嗯 个安 感 和生母 在一起的时候 日暗 染 上美术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用到那个颜料 给画纸染出五颜六色的图案 读 染 日暗 日暗 染 下一个是三平解 鸡安 金 鸡安 金 鸡元 全 鸡元 全 鸡元 嗯 嗯 好 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啊 把声调看清楚 啊 后面两个我们再读一次 鸡安 金 金 妈妈在厨房里面 煎牛排 鸡元 玄 玄水 嗯 好 当 恩 和其他的生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读 看第一个 吃恩 成 吃恩 成 性陈 陈旧 克恩 啃 小狗 在草地里啃骨头 克恩 啃 知恩 真 真假 真实的 真 知恩 真 日 恩 人 人类 日 恩 人 问 恩 问 嗯 走在路上 如果你迷路了 就要向路人 问路 嗯 问 嗯 嗯 嫩 嗯 嗯 嫩 春天 嗯 树枝上 长出了 嫩 雅 嗯 嗯 嫩 好 来看第三朵 这个拼音小花 这个是 音和 破在一起的时候 是读 破音 拼 拼拼 读读 破音 拼 嗯 拼音 拼读 破音 拼 那 拼音 拼音 拼 拼音 拼音 拼 拼音 嗯 尊称 长辈 晚辈 称呼 长辈的时候 就称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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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靼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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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淫 明 莫淫 明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比喻母 温 温和生母 在一起的时候是 温 润 滋润 润物无声 润润 温吞 吞吞吐吐吐 讲话讲不清楚的时候 吞吞吐吐吐 吞咽 这是这个音节 温吞 温吽 温吽 喝温昏 晚上要休息好 如果没有休息好 睡眠不足 就容易 头昏脑胀 喝温昏 置吻 准 直温 准 准 准确 标准 乐温 轮 轮流 我们班是 轮流 来当值日生的 乐温 轮 轮船 轮胎 吃温 春 吃温 春 嗯 春天 春夏秋冬 吃温 春 嗯 自己也可以来 轻声的读一读 好 最后一组 鱼和这些 生母在一起的时候 咱们来读好 来看第一个 小鱼小鱼 有礼貌 见到大一和 鸡七夕 它就脱帽 所以这里的这个帽子 都不见了 但是还是读 云的音 来再读一次 几云 君 几云 君 几云 群 几云 群 寻 寻 寻找 寻 寻 好的 这些啊 大部分都是 两拼音节 那么 看看 当它们和 这些字母在一起 组成 三拼音节 你还会不会读呢 生母歌 借母 和安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来 快速的 连起来读一次 勾安 关 勾安 关 中间的这个节目 要读得轻 而短 快速的滑向 最后一个 玉母 安 勾安 关 开关 关门 关键 这是一条宽阔的马路 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勾安 欢 生母喝 勾安 欢 勾安 欢 欢乐 欢快 音乐教室里传来了欢快的乐曲 勾安 欢 这是安 和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音节和拼法 那么 当 鸡 小鱼 还有 安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拼读呢 鸡鸢 捐 鸡鸢 捐 我们可以连起来快速的读 鱼 嗯 和安在一起 我们可以发鸢的音 鸡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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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鸡细流 杜鹃花 七 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是 七鸢圈 七鸢圈 嗯 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 小鱼小鱼 有礼貌 进到大一和鸡七锡 他就摘掉了帽子 但是他读的时候还是发鱼的音 好 那么像这样的音节 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啊 他可以连鱼和鞍连起来可以发鱼的音 来再试一次 都是这样一个音节 好 来 我们再把这边三拼音节连起来读一次 复习一次 找准了这个三拼音节的规律 我们一样的可以把它读好 够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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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安欢 够安欢 很好 看看这幅图片 我们能不能够把一些拼音也来读一读呢 好 这幅图片上面我们看到了 蓝蓝蓝的天空中飘着 嗯 洁白的云朵 那么地面上面是绿油油的草地 在远处啊还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好 那么我们把这图片上面出现的这些事物一起来读好 比如说 蓝天 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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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熬 草 园 草园 园它也是一个整体语 认读音节 园 吃熬 草 园 草园 森林 吃恩 森 乐银 林 森林 好 连起来把这四个词语来读一读 蓝天 蓝天 白云 白云 草园 草园 森林 森林 掌握的比较好的孩子 能不能够用旁边的这些词语来说一句话 根据你看到的这幅图片来说一说 蓝蓝的天空中 飘着洁白的云朵 地面上面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像是给大地披上了一件绿色的衣裳 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这真是大自然一幅美丽的图画呀 嗯 自己也来练习说一说 好的 来 我们来看看拼音 把这首儿歌来读一读 嗯 我们每个人啊 都有属于自己的家 那看一看 诗歌里面图到 来 看一看诗歌里面提到的这些事物 他们的家又是什么呢 来 儿歌的题目就是 家 鸡啊家 家 蓝天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泥土是种子的家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嗯 这里 儿歌告诉我们 蓝天是白云的家 嗯 因为每次我们看到 蓝蓝的天空中 都会飘着洁白的云朵 所以蓝天是白云的家 树林小鸟最喜欢在树林里面 叽叽喳喳的 嗯 歌唱了 嗯 到夜晚来临的时候 他们也会藏在这个树林里面休息 所以树林是小鸟的家 鱼儿是离不开水的 所以小河是鱼儿的家 种子发芽啊 要抽出新的枝叶来 啊 长得更加茁壮 它离不开泥土 泥土当中啊 还有许多种子生长需要的养分 所以泥土啊 是种子的家 我们呢 是祖国的花朵 我们小朋友都是祖国的花朵 所以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好 理解了之后 跟老师一起再读一次 家 蓝天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泥土是种子的家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好 自己来读一读 练一练 好 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一次 一边读啊 一边想象 诗歌里面这个提到的一些事物 家 蓝天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泥土是种子的家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字词啊 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 富裕母当中也出现过的 比如说 蓝天 那个暗 蓝天 蓝天 云 这个是整体认读音节 读 云 白云 还有 乐银 绫 树林 要注意到 还有 我们 在这个词语当中 闻 它是一个轻声 我们 用 闻 我们 好 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 在读这首儿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字音读准确 嗯,句子才会读得更加通顺连贯 来,最后我们一起再和一次 家 蓝天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小河是鱼儿的家 泥土是种子的家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好,这是一首非常朗朗上口的儿歌 你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和父母一起来搭档来读一读 例如,你读前面的 嗯,他们就接后面的啊 比如说,蓝天 嗯,你接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这样的方式 用合作的方式这样来读 也非常非常有趣味性的 好,这首儿歌送给大家 自己课后的时候呀 来练一练,读一读 好,最后我们看到 图片上面有一艘大大的轮船 下面啊,就有个两个音节 要我们一起来写一写的 读 好,一起来写 乐和温 组合在一起加上声调 第二声 乐文 轮 乐文 轮 好,第二个音节是 吃安 船 吃安 船 轮 轮 船 轮 这是一个三平音节 吃安 船 轮 船 在蔚蓝的大海上 有一艘大 轮 船 嗯,拿出你的铅笔啊 把这一 啊,这两个音节 写到自己的练习本上 写一写 注意啊 这个声调要写在 嗯 准确的位置上 轮船的轮子这个声调 第二声啊 轮船的轮的这个音节 声调是给小屋带上的 而船这里有一个啊的字母 所以要给啊带 好,再读一次 轮 船 乐文 轮 吃安 船 轮 船 很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期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 乐文 在等待 轮船 热 轮船